今天有多美 在拍嗎 嗨 有零食吃很美 穿美美更美 突然聊到我們的男友是同一個星座 很巧 非常巧 但我們兩個是完全不同個性的女生 但我們就跟同一種個性的 同一種星座的男友交往 我是精油座的 我是天蠍座 所以 但是我們在聊的過程當中發現 還是會有很多 共同點 對 我們都跟這個星座的男友交往了非常久 你幾年 我好像邁入十二年 邁入十二年 我邁入八 那是差不多等級 我們在同一個集聚裡面 我覺得很不容易 以繳歲的那個集聚來說 我們是要繳同樣多歲的 很不容易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對職一下 我們到底會不會真的有這麼多的共同點 對 然後或者是大家可以聽聽看 大家會不會就這種星座的男生也有共鳴 搞不好他跟你身邊那一個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說不定你很了解 這個星座的男生 對 那我們就快問快答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我們的經驗 對 十二年跟八年的經驗 搞不好差不多 對 我覺得這實體很有趣 好 那我們就 接下來就開始 會買名牌包嗎 不會 不會 你說送我們 會買名牌包給我嗎 對 不會 因為我是金牛座的 那我本身就是 身邊都 我沒有自己買過名牌包 對 但並不是說我今天背的那個 紀凡希就是 你知道 是人家送過的 對 然後是一個女生還有姐妹送過的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 本身對名牌沒有興趣 我是土相星座的人 對這種 價值觀的東西 是不會把錢換在這個上面的 因為我其實很愛名牌包 但我的名牌包是自己買的 送到那麼貴的東西 不十幾 那我覺得我們兩個都算是好女友 真的齁 對 不會安心接送行嗎 不會 會 會 但是 要自己開口算嗎 在一起快八年 我從來沒有叫她來接我過 而且她也沒有主動說要來 我就是滿享受 下班 到一樓 可以看見男朋友出現在那裡 然後載你回家 我很享受那種感覺 會說甜言蜜語嗎 不會 我這樣 甜言蜜語這種東西就是 不能當飯吃 就是我會問她說 你愛我嗎 然後我男朋友都會回答說 不要問她 你又會付錢嗎 會 會 會 但是依我的個性來講 我就是會 她付個幾次 就換我付一次 我就會主動說這團我請 就是有時候 我跟我朋友出去吃戰 如果跟我閨蜜出去吃戰 她也會就付所有的錢 但是也許不大 可能就幾千塊兩三千塊 她都OK 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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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嗎 會吧 算會吧 這不叫做報備 這個叫做share 我好像不太需要去在乎她的感恩 她就是會回家 其實這個星座的出沒地點很簡單 就是下班就回家 對 感覺是一個很好掌握 很穩定的 對 也不會有一些奇奇怪怪怪 怪力亂神的事情出現 這個星座的人深深知道 如果偷吃魚腿被發現之後 會有多慘 一方面是知道很慘 對 二方面是他們真的蠻懶得做這些事情 對 就不實際 對不實際又回到teword 不實際 不實的浪漫 回你終身 對他們覺得這不 這個投資報酬率太低 而且身邊我們已經夠優秀了 沒錯 這是重點 會幫忙國家事嗎 不會 會 會 你們家都會 可能是因為我真的 太糟糕了 呃 她不得不做 可能是我太優秀了 她完全不需要做 因為我真的連杯子都洗不乾淨 你知道嗎 連碗都洗不乾淨 我們拍鬼太郎那一集的時候呢 小楠很好幸運幫我收納 但是她一拿到東西她就慌了 頭上很多問號 這個要怎麼裝 我就拿過來 你知道這就是我像我跟我男友的那種 對啊 因為我就是不會啊 然後就裝傻我就會幫她 我沒有裝傻 我沒有裝傻 吵樣的天蠍座 吵架會道歉嗎 不會啊 不會 不會 她會用她自己的方式跟你道歉 對 例如說 主動跟你說話 那個就是她的sore的意思 而且她們吵架當下是非常非常不表態 就是她們是沒有辦法跟你大吵的人 我們如果有不開心的事情寫email 嗯 用email去表達 酷喔 用email去表達 而且email會留下字字句句句的 證據 誓言 我永遠再也不會 如果哪一天你知道 拿出來翻 你看 好可怕喔 簽名一樣 就是那個畫鴨的感覺 對對對 可以送禮物嗎 會 但是她送我的禮物絕對都只能是食用的東西 我最常收到的禮物就是各式各樣的日本調味料 還有那個宜蘭的魚 為什麼要送魚 然後 我喜歡料理 宜蘭的魚 然後還有就是 她們家陽台種的 番茄 金桔 好實際喔 對 口罩 因為我男朋友會送我 我現在可能缺的東西 例如說 比如說手機壞了 她就在買手機 例如說電腦 電腦壞了她會買筆電 例如說一台車 我不會開車 例如說 手上缺個轉介 沒有 這種東西 她就說 那轉介會死嗎 你有用到轉介嗎 所以她比較不會去care這個 那個 東西的價值 只要你需要 但是那個價值也是你要能力能負擔的 對對對 不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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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生日跟情人節 還有我們的紀念 我都會覺得說我們要不要過情人節 她說為什麼要被商人騙錢 這個是那個星座的口頭禪 沒錯 對 但是天蠍座她覺得 我就是想被騙錢 你管我 對 但是金牛座也會說 對 我們不要被騙錢 我就會說 我就是想要被騙錢 怎麼樣 不會太漂亮嗎 不會 不會 男人隨便啦 就是你不用保養 那都無所謂的 對 不用浪費的 給你一罐東西 你也有放到過期 通常是他們很有自信 他覺得他不要用這種 你知道 沒錯 沒錯 就是沒有需要的一個東西 來去裝點自己 他就算是也許裸體 他都帥不得了 比如說我今天 收到品牌的男性保養品 我們也是常常覺得說 對啊 想要拿給對方 對 用毛不能用嘛 對 男生就你用 他說 對 我就說你要不要用一下 他說不要 我說用了會變帥 他說我已經太帥了 不需要 OMG 自信到一個 你都想問他 你這自信哪來 我就想說 OK 你好帥 對 交往的對象 我也都不喜歡 太爬哩爬哩的 我不希望對方比我美 你懂嗎 就是如果對方 比自己愛保養 比自己愛set 然後比你在出門前 比你花的時間多 我真的沒有 我沒辦法接受 我覺得女王 就是只能有我一個 所以你就隨便穿 你這樣就很帥了 散發出這種 我就是帥 這種氣場就對了 你馬上來自信請問一下 對 到底是什麼星座 影片到這邊 很多人應該都猜得出個 你知道差不多 八九不離十啦 對 那我就送個口紅好了 大家可以留言 抽兩名出來 我們男友到底是 什麼樣的星座 如此獨特 那我們就期待大家的留言 好囉 下次見囉 下次見 掰掰